或因绝缘损坏而带电的电器设备的外壳构架等,都会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触电对人体会造成严重危害,其直接危害可分为电伤和电机两种 警下发生触电事故的原因,一般是因为电器设备的安装、维修不当,以及工作中疏忽大意或违章操作 预防人身触电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防止人身触电或靠近带电导体 1. 将裸露的电器设备带电部分安装在一定的高度 如警下电机车架空线,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高度悬挂 2. 对裸露的高压电器设备带电部分必须尾以遮拦,防止人员靠近 3. 锦下各种电器设备带电部分,都必须装入封闭的外壳内,并有完善的机械闭锁装置 保证不切断电源打不开外壳 4. 手持式电器设备的操作手柄和工作中必须接触的部分拥有良好的绝缘 5. 各电电所入口都要悬挂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牌子 5. 无人值班的电电所必须关门枷锁 5. 降低使用电压 5. 对人员经常接触的电器设备采用较低的工作电压 5. 雷矿安全规程规定 5. 锦下照明、信号、电话和手持式电器设备的电压不得超过127伏 6. 远距离控制线路的额定电压不得超过36伏 6. 遵守各项安全用电作业制度 7. 锦下各项安全用电作业制度是预防人身触电的有效措施 8. 如锦下严禁带电检修和搬迁电器设备的规定 8. 非专职电器人员不得擅自摆弄和操作电器设备的规定 8. 停送电制度的规定 8. 坚持使用漏电继电器及锦下电器设备保护接地的规定等 8. 这些安全作业制度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8. 当发生人身触电时 必须立即进行抢救 8. 要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并对触电者进行现场急救 8. 坚持续电器设备保护接地的规定